今年年底就即将去电影学院当学生的阮京天 届时日现身北京为手机品牌代言 刚刚结束一年的兵营生活 就又要回归校园 阮京天自然让许多粉丝十分不舍 但最舍不得的 大概还是阮京天交往多年的女友徐卫明 虽然二人感情十分稳定 但阮京天仍无愿不入婚姻为城 短时间还没有这个计划啦 还还暂时还没有 有有反应你们一定会知道 而提起沉浸在爱河中的好友赵又廷 阮京天也一人笑意 坦言赵又廷目前幸福的找不着北 但自己却还未得见 让赵又廷神魂颠倒的高圆圆 我想我退伍完之后彼此就见过三四次而已 所以暂时还没见过她的女朋友 我想也是很正常的 等到哪一天她变成 就是哪一天她们有结果的时候 我想我已经不会见不到吧 眼下之意 赵又廷与高圆圆在台湾领阵的消息 恐怕也只是谣传了 而阮京天的另一位好友彭彦 虽然感情步步迷茫 事业却是如日中天 更从小婷手上抢走品牌代言 不过意气第一的小婷就好不在意 都被她抢走的啊 但没有关系啊 因为大家都很好的朋友 因为其实周刊因为周刊讲的啦 只是可是我跟Ed一直都是 圈子里面数一数二等于最要好的朋友了 所以其实并不会在意这些事情 不仅誓言小叔彭彦 就连身材忍惊天也难以与彭彦相比 好在小婷完全不想走肌肉难路线 不知是否是怕与好友打对台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